這一件作品它的名字是梯田蛋糕 那我設計的概念主要是將客家的文化元素融到地層 然後藉由地層拿出來的概念很像一塊蛋糕 然後呈現出客家文化跟一名慶典的一個概念 客家人對我來講它就是到處遷徙 然後到處開墾跟種植或者說它文化 就是到一個地方就是從林開始這樣建構起來的 它有點類似我覺得它就有點像梯田的概念 它一層一層這樣堆疊起來的 它的元素其實是很複雜很多元的 所以才會藉由有點像是歷史切片的概念 就是把地層切出來 桃紅色那一層它的圖形是五幅紙 五幅紙它是有經過簡化的圖案 經過簡化之後它的裝飾性會變強 而且它會變成全部集結在一起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icon 那時候設定大概就是12塊 然後12塊也在呼應就是12個月 兩面的話就是24節氣 然後這裡就設計了棒龍跟芳口絲 主要也是在最底下這一層 然後呈現出節氣 下一層我這裡就選擇一些花卉 然後這個就很常見的牡丹 然後還有轉化過的 轉化過比較簡化的花卉圖案 然後再上面一層其實就是食材了 像竹筍然後苦瓜高麗菜的切面 我們這次藝術創作有設計一個工作坊 它是叫做送給一名爺爺的生日蛋糕 我也想讓民眾體驗或者是參與我製作的過程 因為我製作的過程開始是先架結構 架結構之後選圖案放上去上色 這次設計的課程是 我有畫一個模板 他們只要剪下來把它折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立體的蛋糕 一塊空白的蛋糕 這時候我給出了一些 我已經切割好的圖形 當然也有五幅子的元素圖案 然後就讓他們自己挑選 他們要讓他自己的蛋糕長成怎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讓他們體驗概念轉換的一種方式